把那个前面的重点再回过 今天的话是我们已经是第五次上课 所以那第四次上课里面的重点 不外乎就是几个最重要的就是合并多工作表 那怎么样合并多工作表 做法其实蛮多的 那当我举个例子就用录制的 录制当然也可以 可是录制的缺点就是说你会产生的程式码 真的比较多 它砍出去的向右向下 那如果你没有好方法之后 录制据基本上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为什么至少还是可以达到你要的结果 那只是说后来我补充一个用 Range.copy Range.copy真的 然后后面加一个你要放在哪一个开头的位置 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 而且它可以跨工作表 所以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使用起来威力却是很强大的 另外的话 如果说你要合并工作表的话 可能要跨工作表 所以重点就是说 你还要在Range物件或Sales物件前面加上 那个工作表物件名称 许次 然后官方股里面可以放第几个 或者是它的名称 今天的话 当然我们就接着来看有关这个 就是资料查询里面的 请各位大家也下载这个问题领悟 那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我们如果今天上礼拜是做所谓的合并 比如一二三季合并或者是一到十二月之后合并 那今天的话刚好颠倒 就是说我今天要把它分出去 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按照什么 按照业务人员去把它分出去 那分出去的话 当然第一个 如果你要知道它所有清单的话 那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把它做 资料里面也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可以做那个移除重复 那移除重复的话 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它不重复的名称 总共这个公司有几个业务人员 那其实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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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樞纽分析的话 其实它也是做这件事情 它是先帮你移除重复之后 看你要把它 你的那个要分析的放在栏 还是放在栏 有没有 其实就是先帮你做移除重复动作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做动作 跟那个樞纽分析有点类似 但是呢 这个动作其实是我们自己写出来 所以弹性很大 也就是说呢 不受限于樞纽分析的功能 也就是你想要怎么放 你就怎么放 那只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动作 假设了 我们在做所谓的批次筛选 其实这里面的话 主要是利用那个资料里面的一个功能 叫筛选功能 那筛选的话 其实跟那个资料库里面的SQL语法 蛮像的一个部分 就是SQL语法里面有一个叫slate 其实slate的话 翻译应该就是筛选 筛选 就是说你要针对哪部分资料做筛选 那你比如说按一下筛选 游标也许你放在任意 其实放A 那个第一列上面任何一栏就可以筛选 上面会出现这个 那假如说呢 你们将来要针对哪一栏做资料 其实筛选就查询 你要查询哪一些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 直接按下筛选之后 那你会发现第一个改变是上面它会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下拉清单 那它会自动帮你把不重复的资料先列出来 看你要找谁 比如说你要找小咪的话 那你就按确定小咪的资料全部过来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全部再新增 假设我希望找到小咪 自动帮我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把这些找到的资料 直接就放过去了 OK 那当然可以放一个之后的话 你自然也可以怎么样 放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如果说你有个清单 那你跑个回圈 自动自动自动 不就可以全部都把它倒过去了吗 所以假设吧 我们今天希望能够自动批示的帮我把所有业务人员自动分割 要怎么做 当然如果除了业务人员之外的话 把筛选解除掉 要恢复了 之外你也可以按照什么呢 产业别 也可以按照产品等等的 那你会发现筛选 它有一个 我想它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栏位里面全部都放的是文字的话 它这边会显示的是什么呢 文字筛选 可以特别注意 是根据文字做筛选 那文字筛选的特性就是说 你可以下关键字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包含 include 就是 sigle语法里面有like like前后加什么 加那个如果是资料库的话 那就是加那个信号 加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 加在前面中间 你假设放一个关键字的话 那它就会帮你找什么 找那个中间出现的关键字 OK 如果说今天假如说像这边你会发现这里面都是放文字就文字筛选 可是如果是单价你会发现如果里面放的数字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栏位里面改成数字筛选 那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找的话 可能就是说我今天单价一般是介于 比如我今天要查单价大概多少到多少 像比如你要出国要订饭店 不是它多少钱到多少 那个range 可能一般如果数字筛选就介于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日期 日期 这个你会发现它如果抓到日期 变日期筛选 日期筛选当然就稍微负载 不过大部分常见的也许就我要找资料也是它介于 有没有 所以你这边可以找到介于 OK 那如果说你想要做出相关的功能 如果你没有完全没有概念 没关系 你可以先什么 先录制聚集吧 也许第一个先筛选 然后怎么样 先找到小咪的部分 找到之后 自动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小咪的部分放过去 小咪的部分放过去的话 一样有没有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因为这里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之前用range是比较知道范围了 但是这个地方 比较麻烦就是 我不知道它的范围是到哪边 所以理论上Ctrl shift向右向下 应该是目前想到比较好的方法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把它取代掉 航数就可以变少了 请各位第一个先开启这个问题05 先大家了解一下逻辑 待会的话我们就是先第一个 可以先产生 假设我今天要产生的是 自动帮我把那个找到 也许先针对业务人员 自动帮我把它放过去的话 这不知道该怎么做 ventions 1 0 2 6 4 4 6